说一句不好听的啊 你俩首先得出到一块才能提条件 没等啥呢 那不认识的 先给你过来 妈妈先理精神病啊 那两个才能好花 啥意思 一采理啥子弹 说谁 谁也不行这个 自己姐姐也不行说那话 六十五岁大妈相亲 见面就要采礼 大妈的弟弟一听不乐意 大妈大妈是神经病 这真是帮礼不帮亲 丝毫不给姐姐一点面 天空一声巨响的 大妈闪亮登场 啥听啊 五香古色的 可有那种感觉了 这是农家院嘛 正宗的农家院 真好 我看这些上面 也是特意都布置的这些 对对对 都是那种东北的大花 对 花布 农村那些花布 他看到冬天的时候 这屋要是过炉省上以后 都是二十六七度 进屋全是半截秀 体型 那么热呢 嗯 特别难 哎呀 这一进屋那就是热气疼疼 一进大妈家 红娘都愣住了 外面看着普普通通 里面却是富丽堂皇 乍一看 还以为到了春晚的眼眸现场 说起大妈的前半生 那真是唱戏的堂眼泪 可歌可泣啊 大妈的前夫 三十多年前就去世了 大妈年纪轻轻就熟了寡 后来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 也是从来没有考虑过 自己的个人生活 如今把母亲送走了 大妈没了前半 这才萌生啊 想要找老爸的想法 我三十六岁 他就是脑出血卡 三十六岁 您就自己一个人了 嗯 对 从那以后就一直没带着 没有 我家他去世以后 我就吃了我母亲二十年 嗯 我始终就是也 也没想到这个人问题 嗯 你觉得如果是找另一半的话 可能会影响母亲的生活 对对对对 因为母亲妈妈你看 嗯 这弟弟啥都结婚了 就我自己一个人 我就先跟母亲在一起 天空一声巨响 三大爷 闪亮灯场 大爷是 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家里熟悉的 那叫橙光瓦亮 看得出来 单身了不少时宜 就看着那五股砸凉的 嗯 得到我买了 那你自己做饭的话 自己生活 感觉 还挺讲究的是不是 挺讲究 挺讲究吧 这些都自己做呀 会做 都会做饭 会做呀 会做饭 呼吸衣裳 啥都会 那这两屋 我看都有那个床 你是住哪屋啊 我住这屋 那咱进去看看呗 这是您平时住的这个 两个电视 这一个 那一个 听里一个 那个电视 就是玩了 不睡觉以前看电视 这个电视 往来 睡觉 往来 寂寞吃看这个 为啥整两个电视啊 两个是寂寞来 往来看这个呗 寂寞呀 这多个电视 能多点声音呢 对对对 大爷家里 有两台电视 这什么时候 看哪台电视 完全取决于 大爷当时的心情 看来 大爷也是 忍受寂寞许久了 人家相亲见面 送花送水果 咱大爷不一样 见面送个面团 这是打算 当场给大妈漏一手啊 怎么还穿上围去了呢 咱一会儿不是那啥吗 不是 去找那个 阿姨相亲家吗 我中午呢 会饿了 完了 干面团吃呗 这个馒头都行啊 你那意思是把这个面 带过去啊 对啊 带阿姨家去啊 嗯 那今天中午 这回吃饭 应该能吃得更香一点吧 那真的香啊 一会儿咱们就是放这 用蒜蓉袋 这个带过去就行了 是不是 嗯 行行啊 可惜大爷这次是马七拍在马腿上了 咱大妈可是个面食高手呢 单单面食就能整出八十多种花样 两人到的时候 大妈的面都已经下果了 虽然红娘一直在急急触动大爷跟大妈互动 奈何咱大爷不上道 两手往刀里一插 完全没有要帮忙的意思 阿姨 干啥的 给你们下做饭的 那个叔叔来了 你先 嗯 行 先一面 好不好 叔叔来了 三个口 叔叔说了 又能拥有饿的 你看 鱼是会做面食 会做八十多种面食呢 挺厉害吧 厉害 你喜欢吃啥面 啥厚味的面 我这做的是酸辣的 你能吃吗 行 行啊 辣的我怪吃辣的 不愿意吃辣的就不得 那这个面呢 这面还能用上不阿姨 这面就搁呢吧 是不是这些你会不会 你煮面条会吗 你帮阿姨煮个面条啊 不用 煮面吃 煮面吃 煮面吃都不会 煮面 煮面赶紧会 你让那个阿姨 你让是不是 你俩一起 不用 哎呀 干净点 我都不用 急得红娘 立刻把大爷 拉到一边 仔细询问询问 红娘连问三遍 大爷对大妈的印象 大爷都用一般来回答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 大妈的长线 显然是没达到大爷的要求 叔叔你坐着 我心想我问问你 你可进来咋不乐不呢 没有小母样呢 咋没小母样呢 那你进来你就觉得第一印象咋样了 一般 一般 为啥呢 嗯 行 到底行还不行呢 啥意思啊 你说说 你觉得啥意思 一般 一般 为啥一般呢 眼睛说那别啥意思 你说说 太听见 行 行还一般呢 一般 你看 为啥一般呢 一般还行啊 哎呀 还行 行行行 行啊 那你有点乐和模样啊 那都乐和 对你见面 你看到阿姨 笑得都像个花似的了 你呢 你就 俩手一插头 就在那像巡视工作似的 你 奈何红娘也不知道 是第一天上班 还是嫩 硬是没听出 大爷话里的意思 把大爷整个都叹气了 大马这头 对大爷的印象 倒是很不错 你觉得 看那第一印象 眼缘咋样 还行 还行啊 那一会就 接触接触 再聊聊吧 是不是啊 丑的还行 第一眼缘丑的 丑的还行 说说吧 不太会表达 不是那种 挺能 讨论 就是开心的那种 哎呀 人实在 能能的傻 这一辈子 说过的话 我真没想出什么福 在男人身上 尤其是在体现在男人身上 觉得大爷 老实踏实 是自己想要的那种 大爷吃完 就往那一坐 小水杯一端 那叫一个鼠炭 丝毫没想到 要跟大马套套进湖 这可把红羊急得不行 大爷 你倒是上上道啊 好在咱大妈对此 也不是很在意 能一向阿姨这个做的 做的不错啊 行 嗯 一说说啥呢 自己一个人吃饭 孤独尽管 我就觉得一个人吃饭都不行 叔叔你觉得今天 咱几个一起吃咋样了 好啊 正好啊 你们好啊 娘吃饱 娘吃饱 那也不会找到人啊 我正在后手摆 我不会找到人啊 你看叔叔也是 他们喝水就往那一坐 他都要坐回来 你看 就往那一坐 行 你会为爹一样 不会 没那一事 这顿饭 可能是吃到了大爷的心砍上了 虽然对大妈的印象 还是害羡 但这语气跟刚刚相比 可就不一样了 大妈那边 对大爷 也是相当满意 依我看 这种混事 也是小马酸在了大叔上 牢靠的不得了 大爷对大妈 还有些摇摆不定 可能还是演员上过不了关 就想跟大妈照长相 让自己的子女 给参考参考 那着急给你拿照相啊 不照相啊 啊 不照相啊 我可以照相啊 阿姨 叔叔这拿手机 拿了手机过来了 叔叔让我给你拿照相 行不行 跟俺俩照相 你现在你照 传给家里人看 那你今天那里 我咱俩家微信 我把我下面传给你 不是 要我给你俩照一个合照 照不照 照呗 照呗 给孩子们看看呗 那等不看不看得行 那你选个 等一会儿阿姨出来 你选个景呗 不是 我说那意思吧 就是 你对我就是没啥意见的 是不是 但是我呢 这得考虑考虑 对 出着看 他是不是玩偶 那意思吧 就先避着一起照相 大妈一听说要照相 立马不乐意了 表示自己要考虑考虑 毕竟自己这条件还没提呢 怎么就先拍上了 原来咱大妈担心店是经济问题 得知大爷每月工资四千元 大妈当即表示 每月要给自己三千元的生活费 这些钱大爷不能过问 意思就是他一个月能开多少钱 这个家谁掌握 开支的钱交给谁 有什么说法 是不是 你先问问他去 叔叔一个月平均下的 就是一年平均下的 一个月是四千左右吧 你可以跟我表达一下你的想法 我就是这个意思 他自己吧 就是多少的 河北开四千块钱 他留一千块钱 剩下别的事 那我就不管了 这三千块钱就是生活费 那你就当中这样说呗 你怕他拒绝还是咋的 不是他拒绝不拒绝的 那我就 你就是转达他 就这么个意思 你对他印象反正是挺好的 对 还没等大爷这边说话 大姐的大弟先不乐意了 正义的重权只往大姐身上垂 大妈的弟弟三观挺正 当场指责姐姐不应该开口要钱 直言两人要是想出酒了 对方愿意给 那是对方的诚意 对方要是不愿意给 也不应该强求 提这事 俩人出现说合适了可以了 人家老姨 咱说当大哥的 人家说拿着钱 咱说也不再说是花 瞎花钱的 对不对 也是为了俩人过日的花钱 对 你这么考虑 不能说张得 而且阿姨你看看这个行为 就是他想给孩子们看看 跟他一起的合照 他就是觉得挺认可你 他想给他家里人看你 我找一下也没忙 但是最后叔叔进来了 到这来就可以养老了 对吧 就自己家的房子 自己家的东西 就是一个老姨 说你不好听 因为你俩好比啥都行 就你俩要好 高高兴兴的 咱说能干点啥 咱就干点啥帮忙嘛 不能干的 你俩这一天 你俩这个阿姨 养点小鸡 菜啥都有多事 你俩这吃个喝 不是跟钱没什么关 不管弟弟怎么劝说 但是咱大妈就是应准了 想要彩礼 虽然咱这是二婚 但也不能白白赶了你 大爷也是相当干脆 直接表示 愿意拿出四千万 作为彩礼 对你的要求 咱俩要是成了 你最起码得给我 意思意思 是不是 你这要钱多钱 怎么给 你想给多钱 你放手 我一年放这四万多钱 你就凭心意 你说我这四万多钱一年 我就是 一年成了 和他保存一下 好事一年 这不就完了 你多点事 你干嘛 别想输啊 现在叫大哥 闹女闹的事 行了 我就叫锦图了 因为啥 不用说 人说成了 你俩得起过这 过得好 你把钱放了 放你这里 把我饭吃得行 那个吧 咱家吃得还好呢 天天的大鸡 就是好的 只要你俩过得开心 帮老娘有个伴 在说你有那么一天 你们有那么一天 谁要做什么 只要我们活了 你俩 小老送送我都管 我一年也不是说 我一三 我一三 我一三个公家 一个儿子 看到大爷这么豪爽 大姐的小弟 对这个姐夫 也是满意的不得了 直接把枪口对准了姐 小弟因为 只要两人 把椅子过好了 比啥都重要 钱不钱的不重要 就算没钱了 不还有自己吗 自己保管 把两人送走 小弟的这番举动 真是大快银行 在正义面前 哪怕你是我亲姐 我也照骂不误 真是好 而且说话直直了当 刚才这一句话 反正我啥并没有 我就说他性格 你行的话 我全都交给你 都可以 但你的前提是 你俩得最好 性格的融到一块儿去 然后才能说这些话 是我替他 去替彩女下子弹 哈哈哈 说谁呢 谁也不行这个 反应 自己姐姐也不行说那话 是吧 我觉得不行 哈哈哈哈 还能说你还是什么的事呢 那你觉得你那话 收不收回那要求 我还是哪 那没事 反正我到现在 我都没说过 他之前嘛 想的就是我的 一旦那查了 我到时候因为老头 不管了这那的 我自己孤孤单单的 是吧 这么些年都没走这步 经经对他走这步了 是不是 他想的可以理解 但是坚决消灭 有这样名词里的小舅子 以后两人吵架 都不怕挨揍了 最后 大妈是啥条件 也不敢提了 咱还是先处着看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看老年人 相亲视频的朋友们 可以点个关注 点个赞